提供每日最新市場資訊 商品貨幣 股指期貨 不同產品怎樣部署 Record Finance 全新節目 文感輝 Kelvin 文感期權譜 好了 來到星期五 早晨 6月5日星期五的文感期權譜 文感Sir已經在這裡 早晨文感Sir 早晨 各位網友 聲音畫面行不行 我都在Facebook發了一個post 我們就有79,850位 還欠150位 大家可以參與一下 我就發了一個post 大家猜一下今天是哪個節目會突破八萬 有給大家四個選擇 五個選擇 包括我們的文感期權譜 早晨常見直播室 第二就是11.9的FB Live 四點半的收視有東西看 八點半的裸療 還是十點半的淺錢 先打到來呢 如果你猜中哪個節目 你又想主持人有什麼表示呢 歡迎大家參與一下這個遊戲 我猜150個 我猜拿了 拿了是吧 那就要求主持拿炮 或者真的拿了 要求主持在這個節目不准說粗口 這樣可能少了人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擔心其他我們節目 可能很多都已經有訂閱了 所以你想再進一步 但是裸療有不同的人走進來聽 所以可能會吸收多一點 是的 沒錯 好 文錦sir就對著裸療寄與厚望 加油了 大家可以在FB參與一下 輕鬆一下 好 今天正式開始了 港股24,600 真的好像有點阻力 文錦sir 今天會有點壓力 今天早上曾經平開 跟著炒了一轉 現貨一開就下來了 那他呢 下午應該會危一點 下午應該會再危一點 現在他都是想下雪 他可能有機會挨回到接近2、4、3 那些位 我承認他他今天 下午應該會在24,24邊過去飛龍 因為你太高 昨晚那個美股下來了 那有些 即是他各邊走 我就覺得飛龍可能今晚都會抽一夜上去 你如果太高抽上去 你的港股 晚上他就早一晚試到最高24,67 24,67幾的好似的 那你昨天已經都上不了24,6 245,8幾而已 那你今天縮下來 有242已經很好的 即是今天240到244 48點上落 那今早就 今早就 今早就 即是我們捉他的位 捉得好 但是就真的擺得 擺得這位 大家都可能擺得不漂亮 差一點點 今天很巧 今天呢 我今早早呢 我知道不對板 為什麼呢 我今早就開始掛股股票 那都掛到 其實就是你知道啦 你AO你當然是薄猛的了 我掛了一個薄猛 那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我猜你 24444 不是 我不是沽棋子 我只是沽股票 哦哦哦 股票 那一隻股票呢 那他 今早就沒有 就是好像 那個競價本沒有成交 那我就放在那裡 那一開之後 我就offer正的了 offer正呢 那那個 就是我見過market maker 就是他們那些市值維護那些 都很聰明的 在我前面成 哦 在我前面成 那好了 那我 我估不到 我掉頭買 我掉頭買 我就放到一個很低價買 是 他又在我前面成 嗯 就是我總之沽就差一格 是 所以下面兜又兜又差一格 買又差一格 那跟著他現在踢上來 是 應該應該我沽 後來沽那一口一定沽到 因為我今早早 就是我很少看著他全程 這隻股票我看了全程 我今早早是看到他 他的市值維護出來買的 很明顯在那裡 一路低一路買 一路低一路買 他買齊 就踢上來三號幾四號字 真好東西 那 第二天 我們在網聚再談 是哪一隻 有時公開人 太多人參與 沒得玩的 好 之後先等自己成熟 好 那說回來 昨天美股就算是 平平地收 還有一點復甦意味 不過四大指數就分開行辣 這樣 只有一個包裝 因為那些波音發瘋 就頂到一下 這樣 那是否美股也要匯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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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呢 算是當是好事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復甦股就還是炒一下 譬如那些航空股 現在你看到他輪動 因為他那個高薪科技科網 那些港匯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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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 先来那只股票,因为19.5元炒回来19.9元,我撑他的费 好,慢慢来搞定 报报指数,所以昨天导致升12点,就是主要是波音 波音升6.4%,相当夸张 稍后会讲讲航空股,昨天美国航空股升到百万 是的,因为很多都复航,还有海外的航空公司都复航 没错,有些网友问恒指可不可以试下沽呢? 如果沽的话,纸洩是否要放在246的位置呢? 还是可以放近一些呢? 即使沽,你今天即使沽的纸洩应该在244.50,460的位置 即是即使沽,现在其实它压下来 在242.50楼下沽,你就不用担心的 242.50楼上,即是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今早上开盘的位置 因为开盘这些位置,它可以绝回一层上去的 绝回一层上去,3.50那些位置你就沽得了 但是这个位置沽,你就真的要放停了 所以穿大约420到460,你就要停了 但是我看它今天上不到的,我看一看它稀估 因为我看它今天就未必是今天走上去的 因为消息好很多的,你今天网易就截止了 主要都是新股大洞来的 是的,接着你京东又批了 你的港匯仍然是强,因为现在你如果保持着 每两个星期都是... 要有东西抽 是的,如果有东西抽,那就稀股麻烦的 首先,敏感说港匯,因为今天都有消息 就是金管局就出售了,又接了一些港匯的买盘 买盘,不是沽盘 是的,很大需求 所以为什么港匯宣的拆息都保持高 上来了,上来了,那个指数上来了 那它通常来到我们开节目呢,它当然是站上来的 看看先,看看A股,A股是对板的 不是太阳,就深症,升20点 不过各纸就穿回一万以下了 你不是那么快上一万的 各纸昨天已经很明显是不对板的了 真是要小心的 我对那个地摊经济很没信心的 明白 很没信心的 那恒指呢,大家现在看着这个位置 让我看一看一看 不错 它现在上回来呢,安全地大 安全地大 那它可能会真的试到上去 350流上呢,你就试沽了 总之,350流上沽就应该 坏就没坏的,看一个stop在哪里 这边位,要不就不要给它350 如果是我,我可能在这些位置就车它了 你如果被它跌了上350,它要炒上去 那我们这样,如果是有规划的 320就开淡仓 360就似多,给它40点 那下面呢,就看回去 242边皮 242边皮都有120点 320流上开淡,就放360 stop 那这样来试它,因为我不是对市场 觉得它会上的 它们在那里退货 今天的期指收市,就会adjust 那个rebalance 那腾讯的比例会减的 那汇丰的比例可能会加的 那今天就卖着汇丰 已经,腾讯就沽绝了 那它们应该在尾盘才计划下去 那尾盘的腾讯应该计划低一点 就是你高位,你今天 你减了腾讯,你AO收盘 AO买回就可以 嗯,OK明白 这个是我建议 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 如果不行,不要怪我 你在432元 432元 431元 那些位置,腾讯 你尾盘一定买得到,便宜买得到 嗯,OK 好,那去外汇市场 很多网友都留意到了 好了,美汇终于穿了97了 穿了97就弹了 可能 因为它昨天ECB 最主要是ECB 加码 加码 嗯,去到 买到明年吧 嗯 买到明年 年中 它加码 市场是预计加的 但是没有预计加那么多 那它现在加多了一点 是 我拿出来 6千亿啊 提高到 是呀,加多6千亿 那现在呢 现在被你们搞到我呢 我早上起床 我都要写低一些 因为我怕不记得 现在太多新闻了 是啊,你ECB那一段 我先写下 那本身就穿了7500亿 那其实就买了三分之一 那现在再加了6千亿 那总共是13500亿欧元 是啊 就是13500亿 1.3T 是啊 是啊 那这些好消息来的 好消息 那现在的欧洲呢 因为它们说得很好 就是最重要的 你给市场的故事 就是说 他们那个基金 叫做什么基金呢 那个名字 我忘记了 啊 重 是啊 不知道recover还是什么 是的 它的名字起得好 就是重新起动 好像香港再上路 哈哈哈哈 哇 再出发和再上路 很大分别 是的 歐洲再出发基金 是啊 recoverary fund 是的 是 那它就是 就是将个欧洲年轻化 它说要重新来过 那OK 好 那市场真是信 但是市场信 信是信 啊 来到113多呢 那这些位置呢 你再追 你就要个市场 真是 真是踢到它上去才行啊 嗯 再上就1135了 1133之后就是1135了 你信不信它走到上去1135呢 那如果它走到上去13 1115 走到上去1115呢 那那个美金就可能下到96了 那我又看不到 那个美金会合一下下去 但是 我们由107半108 上到113呢 其实通常这些一条气上来 嗯 你看它一条气下 跟着牛牛皮皮 跟着一条气上 那它最正常呢 它就应该由 在这一段 这一段开始 就应该你当它111半 到113半 这200点呢 就打横走 起码过来 过来两个月了 走到去 走到去 我想 我想真的要7月中 7月底 你才再有突破了 你现在 全世界都重启了经济了 那你就真的看下 重启经济之后 逆后那个 哪个回得来快了 是 是 是 可能回来 会快一点的 所以 南欧 北欧人 对南欧人 最患的是他们懒 希望他们这次 经过这次疫情之后 不会改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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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些位置 我不建议大家追 我不建议大家追 哇 去到126 是的 去到126 又是 就是那个绑 来到这些位置 你上面 找位开淡放放 停就行了 你给我 我就在126 接近126 126 到126 20 开淡 就摆 40 停 你穿126 40 45 你再给它 有得拼搏的 那个房子可能 下回去 就下回去 125 鞭皮的 嗯 有个网友 就说 他昨天说 10988 那位网友 我又忘记了昨天 昨天 我看昨天 有个网友 1088 我就记得 10988 我就没印象了 10988 是沽了多辣 是什么意思呢 沽多辣买 你10988 买问题 这些位置 你去到109 30 以上 你买回 是没坏的 这个 这个 日本都重开机场了 香港国泰都在说 去到6月中 会飞回多些去日本 嗯 有些网友就问 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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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买得了 再跌下去 不多了 我看过 日圆 你给他跌下去 都是1098 1098 嗯 OK 因为以防有些混乱 最好就说 想买还是沽 因为买日圆 买日圆 买日圆是不同的 如果网友说清楚点 买多拉日圆 还是沽多拉日圆 那就会 免得我问错了 好 因为呢 真的要说得清楚 因为呢 因为他们的匯队 又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有些直接 有些不直接 所以呢 我通常就说 那只货币 我就不会说美金 我拿日圆 拿英镑 OK 拿澳洲 就不会说 多拉米 拿多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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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沽多米 通常他们外面街 就说多拉米 买多拉米 所以我就不是 我直接是兑那只货币 买就买那只货币 沽就沽就沽的货币 OK 好 那网友就清晰明白了 好 那先说澳柳加先 澳洲子 六九半了 是啊 是啊 这些位置 你沽它 你又怕它上市0.7 是的 来到这些位置 你去到0.7 你是 最慢的 一定下回来的 没那么快的 你容易 就是它0.7楼上的 都是食股位 就不是 不是开仓位 那个 纽西兰 快到了65了 那 那你给我选 我都想沽了纽西兰 就是因为 说在下面 0.6 0.58买的 纽西兰 上到0.65 那你计算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不过 你难得美金肯跌的 它走了 走了半年好 整个市场现在的避险异欲低 那些美金 那些人移回了盘盘 涌回来 涌回到股票市场 或者自己本土的股票市场 变成一些股票就强了一点 整体大部分股票都是好的 家圆 那家圆是最有趣的 好像开始不动 一路升一路升 因为去到最重要的 一三五 一三五 你再走一走五百点 你家圆有没有条件走五百点 如果有的 那你就去迫 那我也是 一三八半走来走去都走不穿 一走穿几天就给你了 所以 它这些位置 它可能有牛皮牛一段时间 它肯走的 那没有我份的了 我不会追的了 那一三 就是家圆我计算了 你的油 油是似 似中想上的 似中想上 那你的油如果再走上去 你得过了 你过了三十八个半 那家圆可能会走 你过不了三十八个半 那家圆未必走得多 嗯 OK 好 那家圆就 有网友就说 想现在进入好不好 他说站了整个星期 你如果有需要 一定要用的 你就要买些 买三分一 因为它更傻 加拿大 它走起来真的走成千点 那你先买三分一 如果它缩回头 一三八半 不穿 你就在一三八半再买 如果一三八半穿了 你就等它上一四零你才买 OK 好 很久没提过人仔了 有些网友就想问一下人仔的 那果然呢 720 就马上转回头 哇 去到711 是 我都说了 上个星期最值得买的就是人民币 所以我上个星期就买人民币 嗯 因为你难得它有这样的消息扔下来 那你中美那个争拗 你又不会被它串 串的嘛 二来你中国 如果人民币串了 你真是 真的又要担心资金外流 嗯 那如果人仔再扔下去 那我们港股都有压力的 哇 四维都是压力的 那我们大家一起用念力 顶着一个人民币 但是你去到711 我给你多走再少少 都是707 708 那些它就停了 它又不会升很多的 嗯 它又不会升很多的 好 好 那再说烈基нач 吧 日经 yn25日经 那日经 那日经一落 其实对日本仔 就很好的 日经 那日经 那日经 就算是 现在今天就下第二 二二六六八 大概 好似的 你这些营物就想 下来买 例如二二四左右 可以买吗 第二四买 很多跳空 224 有沒有壞的 看他到不到這個位置 222 穩妥就應該是4條2 5條2那些位置買就穩妥一點 222買好過224 222才買不要224 明白 我覺得22好些 3條點好些 那網友就說那些秘險全部都好像跌 但金又未散 因為他今晚出飛龍 所以他昨晚抽回他上來 抽回他上來 我是承認他今晚才來的 是那個金 他昨晚抽到上去20多元 現在先說現貨金 是記得了 先說現貨金 昨天他最低都是穿1700 現貨金最高是穿過20元 但是尾盤他都估回下來 估回下來 你今早上都是十多元 那你自己計 1700元 1720元 隨意 1710元 你如果想買的 你看他低於1710元 不要買 浪在1710元樓上 那你買 你擺停 你就看你輸多少 3元或者4元 你就要停 因為今晚出完飛龍 那金就應該行大行程 今晚大行程 看他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我看他是向下走的 因為那金應該今晚出完 你走下去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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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現貨金 你今晚如果買 你放90到99 90 90 進取一點 95到99買 95到99買 如果保守的 你就90到95才買 好了 期金呢 8月期金 你想買就97到03 97到03 97到03才安全 上面 不要進取的 買期金不用進取的 因為他一沽下來 就沽了給你的 昨天很多朋友追 例如昨天 金抽穿了 期金抽穿 1707 是很明顯的 07到10很明顯 抽穿了 那些人很心急 怕著買不回來 那飆到上去 高位 他又沽下來 我自己 建議大家 投資市場真的要忍的 你要買的 就97到02買 因為這一波金 一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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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深的 這次的金 跌下來會很深的 不是說 落回來80 就彈上去 他80 彈一彈 跟著就60 彈一彈 應該就60 都穿了 這次 這次的金 應該要落到差不多 20到40 這次的金 好 很多網友就問 一隻新的 就是南方東英 南方的那隻ETF 對 兩倍金 兩倍槓桿 沒錯 我今早 我也很了解我們的粉絲 我今早真的走進去 開他們的東西 他是做期金的 但是 很詳細的 我就沒有看完 是 這件事就麻煩了 Kelvin 沒錯 因為Kenneth 和上次也訪問過 另一位 Barbera 他們已經知道 我們網友 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 就已經約了 下個星期一定有 就看看哪個時段 就來解釋一下 究竟這個7.2.9.9 是怎樣運作 要他的解釋之餘 你要拿一些禮品 上來送給我們的粉絲 你推新東西 你都不送一些小禮品 給我們的粉絲 你不要多了 200份 以前如果他們上這些 一定可以在交易所做一堂 大龍鳳 又聘請了那些人 現在因為有限聚力的問題 我們就聚不了會 那你送一些小禮物來 支持一下我們 你說我們這個節目 有提供你的東西 支持一下我們 民感其權譜的粉絲也好 OK 因為南方東英 之後 都會和我們 會多些合作 多些提供更多 主要提供更多 多些資訊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們 接下來 我也想做Live 等網友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慮 有什麼不清晰的地方 就問清楚 下個星期等公佈 看這一集 如何進行方法 大家就再了解一下 就是這樣 南方東英 其實我是很熟悉的 因為南方東英 就是國內的南方基金 和香港東英金融合組的公司 南方基金 是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基金公司 南方基金的董事長 以前是我老闆來的 有淵源 很有淵源的 OK 非常好 有實力的 非常有實力 南方很大的 就是他那個Headquarter在深圳 就是有限聚力 因為我有時都想去找董事長喝一杯 南方基金是很厲害 中國其中一隻很厲害的基金 嗯 嗯 好 OK 那我們之後就找Kenneth 或者Papera 再給大家更多資訊 好 那講完金的話 我們去銀那裡 好 銀 銀呢 銀呢 就穿了十八 是啊 那金融的銀呢 他一抽就快很多的 銀 今早就 那昨天又 那昨天呢 就上到 現貨先啊 現貨 就上到17個8月半 回頭 今天就在17個7月半就上下了 你要買要落回 在17個7月半樓上才買 那你 那你 如果你做淡就簡單了 你這些位置沽 你穿17個7月半 你就多一點點 他呢 穿17個8 你就停了 你不穿17個8 你下面落到17個半 兩號半子的 那你就馬上買回 我自己 對銀呢 因為他之前是很明顯有錢流入來買的 那我又不覺得他們這麼快會走的 不穿17個半 那個銀還沒轉小的 就是你去到17個半 他一定會彈的 就是你寧願如果是 是想便宜點買的 你接近17個半才好買 那那個奇銀呢 奇銀就 17個7 17個7呢 你如果買奇銀就 對清楚 對啦 對啦 17個7 毫半 奇銀就17個7 現貨銀就17個半 這些位置就不怕買了 嗯 好 OK 明白了 好了 去去天然氣先 那就 升就升不到 昨晚最高 昨晚最高 昨晚最高是1.854 我叫人1.860 吃虎啊 那些位置太準了 不知道這老朋友走不走得了 我叫他0.9買 1.809 叫他1.809到1.815那些位置買 上去1.860就走 昨晚飆飆上去1.854 如果他縮下來趕快走 走到的 你不走 不走他就穿一穿 他還要中個stop 179幾stop 然後才彈上來 嗯 希望那些朋友走到 那現在又是 又是182 即是他真的炒上落 好 方向就沒什麼 方向沒什麼 我都是貼近 接近1.8附近就買了 但是今晚星期五 星期五 你如果過市 你如果想著是買大小 你是尾盤你才好買 因為他通常星期一回來 就起碼六七十點 不過我都不知道他向上開 就向下開 每次都是亂來的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 嗯 有啊 有會不會再向上走 那剛才文鎮Sir說過 有些機會 有少少的 有少少的機會 但是他上面38到38.5 那個阻力 就很大了很大了 嗯 就是我 我是 這些位置呢 你低買才行 就是36.5 36元那些位置買 你衝上去呢 我真的要他過了38.5 我才敢買 還有他今晚開會 就是這個周末開會 油組 我看他們都是想繼續減產 支持住油價的 但是 但是環球經濟復甦 數據就很漂亮的 因為之前的數據不漂亮 嗯 所以就 就不能說看他 是不是真的看回數據 就是這個一步一步來 我看他38.5 過了才看得好 嗯 OK 好 那另外 有多少網友問你 農產品商品呢 嘩 昨天就不斷抽 小麥就抽 嗯 這個 大豆又抽 小麥抽了15分 大豆抽了十幾分 今天就 小麥就剩下一點 升了兩點多 那個豆 都升了三點多 那小麥去到五 五二幾 唉這些位置 走走 他一走了那些十幾 十幾分呢 就追不回來 要等他 來到這個位置 他就想突破 過了五個三 他真的抽上去 過了五個三 才追 現在五二六 他在五三零樓上 站到呢 我們才買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其實他在五個 五個一一半 到五個二 就買得的 小麥 嗯 相對比起 比起豆和粟米好 粟米原本就是 他和大家說 三二三 三二五 那些位置 過了呢 就買得的 但是他始終都是 來到三三零就頂住了 嗯 那豆又是 那豆 那豆炒了一陣 上到這些位置 又是critical 真是 八個六過了呢 八個六他又過了 好 他再爆上去接近九元的 這些位置買的話 你放回在八個 八個 我想八個五毛半村 就要小心了 五毛半到五毛八 如果你大豆買呢 你現在這些位置八七零買呢 你就八五八八五 那些村你就要投降了 就是 力度他正在試上去 試穿了 那豆可以去到九元的 OK 好 那就 杜菊升得很厲害嗎 看看吧 杜菊我們沒有炒 是 他昨天已經有物了 是啊 我也不懂得讀那個字 我以為 但那次真的是一個學者 但是 又可以搞一個谷 這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美國那個米 升得很厲害嗎 我真的 我沒有 那個杜米 嗯 這個我們再研究一下 是啊 這位朋友 你給個標籤 我一人沒有 沒有炒 沒有炒米 他應該是醋米 應該就是 另外 豬肉 有網友 就說 H1 六十孤了 你看看 H1 因為我上個星期 就搞過一次seminar 看過一些 嘩厲害 豬牛也看過一下 嗯 Linghawk H2 現在我們那些專家 開始多了 我不是專家 不是炒 就是我們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生畜 不要反過來讀 不是畜生 OK 知育啊 Linghawk 啊 因為他那隻 他那隻是什麼 我們 如果CBO 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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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53個幾個 是啊 什麼 6個幾個 contract size 等我看看 我也不知道 看看 6個幾 他那隻是什麼 我這張 一邊一邊走低的 其實是高位跌下來的 是啊 他沽啊 6個半個 不能沽下來的 嗯 5元好走 即50 你好走 去到50 一定假裝的 這些已經差不多 去到歷史低位了 50 一定要走的 嗯 我看他四 就是 我也不知道尺寸是怎樣 究竟是賺多少錢 其實 怎麼算 我都不知道 這個 這個找一次 四萬磅 一張 一個contract是四萬磅 每一剔就十元 即每跳0.25就十元 美金 是 他多少錢估 60 60 現在是53 是 即是 700 700 哇 60 60.00 嗯 53.575 贏了 6.425 那一剔 除025 乘10元 2750元 一張 合約 哦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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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炒 畜生 沒有炒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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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可以解決的 他不會牵涉到 這個 這個 實物交收 所以不用擔心 嗯 OK 好 那就麻煩文錦Sir 好 好 有個愉快爭培 下個禮拜 股票有什麼要問 股票 看看先 股票 又問3690直插 有個網友就說 看看先 我撐他的肺 他真的 他真的被我沽倒 高位 乘回我 聽到我 哦 算他了 那我沽下來 我下面再買 哈哈哈哈 哈哈 3690啊 3690你先吃股 不要再等了 這些太高了 我怕他配股 嗯 165 大哥 他等一下 在市場集資 那這些公司是需要資金的 你這麼高 因為呢 他這些配給一些 配給一些機構 很多人來拿的 嗯 我覺得他 他炒到一百六十幾元 discount 一百五十元 配給你們 很多人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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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因為很多個別股問題都答不上 差不多 網易 說一點點 網易就 好像回撥 他低價定 他真的想踢他上去 那樣 他定好像一百二十二元 但我今早上 一二三 因為今早上聽到那些 那些 投降的朋友呢 就說好渴 那些東西好渴 那些國際配售都好像未必分到很多 嗯嗯嗯 這樣 欸 恆子在上 嗯 先 我們做恆子 320過不了 320過不了 320沽 再說一次 新網友 這個節目本身設計 是每天早上 就 左文錦sir 15分鐘 現在去到 45分鐘 三倍又多了 哈哈 《立刻飯》有很多節目 說一次 打號 有FB Live 收視有東西看 有錢錢錢打到來 所以未問到問題 就稍後再問 好 還有時間 來到早晨場景直播室 現在馬上開始 讓我馬上 喝 再喝一杯重建 來個10點52分 早晨場景直播室 我是Kelvin 歡迎大家繼續留在 《立刻飯事》的YouTube Channel 首先我真的要多謝同建 大家都幫我多謝同建 因為今早狀態很差 我又生飛機 生完左邊生右邊 真的有暴形 說話太多 本身打算今晚做短一點 因為真的痛 不要說為什麼 你說是否不夠睡 其實已經早睡了 壓力大 壓力經常都大 本身都沒什麼心機 但是一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喝了一杯之後 他沒有這個陣痛功能 真的舒服了很多 而且他一說話 又不需要很大力 但我覺得都說得很清晰 所以真的救了我一命 救了這個節目 所以真的我試過對我有用 我才為何這麼推介這個產品 如果有朋友說一次 如果你經常要說話 而且經常都會覺得喉嚨有點乾 你要靠口韻吃 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 如果有興趣訂購的 就 WhatsApp小弟936393 或者去QR Code 這邊 我也是分不到左右 在街買 或者是HK3MORE買 都應該是138 Rigazine是120 就是這樣 既然狀態不錯 就繼續說一下 說回昨天的新聞 今天還是多新聞 這個禮拜最後一集 首先說說市況先 昨天說了 出了一個新生力失業救濟金 188萬 當然188萬也不是少 但是因為連續九個星期下跌 總共已經超過2000萬 逐領失業救濟金 就去到2150萬 當然對於失業壓力還是大 但是我也說過無限多次 這件事是因為已經Price in 失業率 預計4月大約16-17% 如果5月到20% 他們估計6月就會反彈 所以是沒問題的 航空股大升 好像內地的航空股也升了 美國航空宣布7月 境內的航班會提高 估計是升四成 哇很誇張 波音當然也受惠 升6.4% 這也原因是為什麼導致會升 不過小心 S&P和Nesdaq 和Small Cap 全部都開始回軟了 但是這裡有少少難看 第一個VIX 終於都站在30樓下了 其實這樣真的是Risk On 這是第一 第二金的中性不升不跌 美匯繼續Risk On 但是文金Sir說過 其實價位差不多 還有Yield Yield也是Risk On 10年去到0.8%了 但是講到債 先講這宗新聞 大家要留意 究竟 上一次拍債什麼時候 好像五月中 第二個星期 我說過 逢是拍債小心 他有理由 是震一震的事 上次也震了一天 這次會不會呢 你去看 拍債的時間表 不是這個 對不起 等一下再說 OK 下一輪的債 OK 就是 等等 下個星期的8日9日 是大量債拍的 看到了 十三個星期 二十六個星期 一百二十日 四十二日 三年 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就是十一毫的 只是三年十年 加上短債 就加上 我計算過 二千五百億 沒有計錯的話 二千幾百億 不是說 很天文數字 但是也不少 二千幾百億 所以下個星期一二的美股 就留意了 有一個誘因可以令到它回調 OK 說一次 下個星期一二 六月八日 六月九日 是分別拍超過二千億的美國國債 OK 有誘因 是震一震的事情 就把錢捕進去 還有 其實那時候我聽過兩個關於國債的 小小陰謀論的說法 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大手拍賣國債 市有有誘因調下去 第二 美匯 美匯是有機會轉弱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解釋 不是很難解釋 很難說它錯 因為 你怎麼說都可以 如果美元強的話 那是不是對於美元資產 不是吸引力 是吧 但是美元弱呢 那件事是抵賣了 我聽過一個說法就是 在拍債的時候 如果美元弱一點 就會令到人覺得 你是不是都要買的 割債 是不是比較划算 這個我覺得有點牽強 但是說出來 大家 下個禮拜 又提醒我了 看看這樣的理論 站不站得住腳 留意下個禮拜拍債 先看一看 這個跟那個 視像軟件 Zoom是兩種 不要撈亂了 看看股價也知道 但是 你不要問我哪裏抽身股 我想也要找一些美股的平台 其實應該一定會賺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太多留意 這件事其實都是做軟件 加上AI Big Data 本身的名字是20000年成立的 都是20年左右 名字不是叫Zoom Info 被Discover Org收購之後就變成Zoom Info 估值大約150億 募集資金大約9億 這就是這樣的情況 剛才說了 網易開始如火如荼 京東應該過了審批 廢話 就會公開招募 大約今次會招30億美金左右 當中 公佈了最新的持股狀況 劉強東佔15%股 4億5千萬股 佔15% 但是投票權是78% 這個股不同權 真的撐得很厲害 騰訊佔18% 他是京東最大股東 我想上市的騰訊也有好處 但是投票權沒什麼 Wallmark也有10% 今次二度掛牌的承銷商 就是美銀、瑞銀和中信 新股繼續相當興奮 另外有個別股 也很厲害 今天股不升 升6-7% 波音也是 Ebay也是 Ebay調高了第二季的收入和盈利預測 你看到網上平台 第二季的數字全部都比預期好 因為大家都沒有人在家 唯有用網上平台花錢 所以 Ebay就不錯 升6% 就去到49元 所以 美股去到今晚都可能更強 你看些避險資產都真的下跌 但是下星期一二可能要小心 今天還想說多兩個話題 就是中美的癡手和李克強 中美的癡手是怎樣 癡手就是 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 就不會一拳的中止 聽說有幾件事 我由特朗普的說法開始講起 特朗普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 有人問起 你和習近平的情況是怎樣 他就說 和習近平是朋友 還有一個友好的關係 不過 一段時間就沒有說話了 另外也沒有想過要制裁他 這裏有幾個解讀的可能性 第一 我解讀 第一 同一時間也解決不了太多問題 昨晚整個互聯網 比香港不同的圖片 都頗細細細地辦 暫時美國示威那壇 但昨天是剩下一點 我講過了 這就是對特朗普的政府考派 究竟你搞不搞定這壇事 因為跟上一次的彈劾案比 或者通俄門比 一有這些對內很麻煩的事情 你對外就一定要先休息一下 雖然特朗普經常都喜歡四面受敵 但是可能身邊的智囊跟他說 你同一時間搞不了太多事情 那你對外呢 不如對暫時對華呢 那你就先休息一下 那你搞定一單還一單 你先搞定美國示威的案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所以特朗普就有些示好 就是這個意思 再加上 因為剛剛 這個短暫的示好 有三樣東西都看到 第二 就是 之前不是說 那個航空公司 美國禁飛了 所有中國民航客機去美國 中國就讓步 放寬了一些國際航班的限制 特定城市每周可以有一班 放寬了之後 美國就又放寬了 就說 有一些特定的航班 是可以由中國繼續飛向美國 哇 這些就是刺手 你鬆一鬆 那我就鬆一鬆 既然你鬆一鬆 那來特欺詐今天又說一件事 這件事就重要了 記得之前 這個 好像來特欺詐說 是否特朗普說 一個星期內就要出一個報告 究竟中國有沒有遵守第一階段協議 其實大家都猜 會不會遵守 因為沒有買到 來特欺詐接受訪問說什麼 就說 中國在第一階段協議裏面表現不錯 那協議裏面第一年要賣770億 第二年賣1,230億 他在昨天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 他說現在密切關注 究竟中方有沒有遵守第一階段協議 來特欺詐就說 在3月1日之後 考慮到疫情的情況 我認為 中國都算做得不錯 突然間 吹回和風 尤其是來特欺詐 來特欺詐是英中之英 為什麼這樣說呢 突然間大家玩一下白臉 所以我解讀 是不是代表美國軟弱了 是不是代表 當然不是 你問我 就全力搞定這個示威 搞定完之後 再跟你再玩 這個是我的解讀 要不然 就解釋不到 為何諾特欺詐突然間會變得這麼白 還有你讓一步 我就又讓一步 就是這樣 好 先試一下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連到待會的話題 本身 我又在想 因為有些朋友知道 其實我每天有兩個直播 但是下午1點鐘的直播 就未必適合你們聽 因為那就是政治評論 但是有些話題應該是這裡也會講起的 譬如 原來我在下午講過李克強的事件 就是他的兩會 在上個 一個星期前 一開完兩會 我看完李克強的說話 我就覺得 這樣來講法 本身那個話題我放在下午 但是 跟中美關係有關係 所以我就搬上來 這個 由特朗普 剛才講過 第一件事 我為什麼突然間 會說跟習近平很朋友 只要沒有怎麼說話 關係很好 除了這陣子 吹回暖風 吹回和風之外 第二 就真的放習近平上台 我個人覺得 OK 這裏就要看看 美國有自己的內鬥問題 民主黨當然想嘲笑 大家這陣子 如果是Tweet的話 應該看到傳得很厲害的一條片 就是希拉莉說 想中國去幫民主黨 在中國也如是 因為這個中美戰 的確會影響很多的 既得利益集團 習近平當然也會有壓力 你想想如果中國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你想想如果你是他們的政敵 或者你是其他人 你聽到特朗普說 他跟習近平很友善 什麼意思呢 你自己心裡有什麼感覺 政治解讀很簡單 你不是很酸 你不是很不滿 我們現在經濟壓力越來越差 戰狼外交 搞得跟美國那麼僵 不講對錯 不講立場 總之是僵客觀事實 聽起來好像特朗普照理 那你就沒事 我們身邊的那些吃什麼 見基於看到什麼 又回到李克強 上星期梁會之後 他說了三件事 這個大家要理解一下 雖然你說這些跟我炒股票有什麼關係 不是沒有關係 小心中國政治問題 突然影響你某些板塊 你真不知道什麼事 李克強講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他就說 一國兩制 是國家的基本國策 你說這些有什麼特別 我看法就不是這樣的 我看法就是 當初立了國安法之後 你認不認同 可能你不認同 也不是探討的原因 肯定對於一國兩制是有衝突 如果你不認同也沒有辦法 那你當我說我的話 但是李克強就說 這是一個基本國策 但是阿茂都知道 國安法是真的會影響的 如果你股市也不會跌千幾點 那意思是不是 我們基本上 應該要行一國兩制 但是國安法這樣搞出來 我也沒有辦法 你說這個也很簡單 說第二件事 他說台灣 台灣先高調地宣布 蔡英文520總統演說 就是跟美方越行越近 而美國也對台受武 其實台灣基本上已經肯定是獨立 已經是獨立個體 好了 你應該是表達一個更加強的釋路 整個中共的線路 是對更加強的 嚴打台獨 但是李克強說什麼呢 台灣同胞是手足 血龍於水 高度重視台灣的福祉 我覺得這條線路就不同了 你說也是很強的 講完這部分 為什麼我會放在這個節目上說 就是開亮會 面對內外壓力的時候 李克強是否應該發表一些很強力去撐行 譬如看到川普經常都說 我們經濟很好 我們又沒有問題 美國是最偉大的 現在你們也在做大外宣 你要爭取更加多的盟友支持 尤其是歐洲 你看看我們中國 市場多穩定 我們復甦得多快 所以你又不要聽美國人 我們繼續做生意 應該要這樣走快 李克強說什麼呢 竟然說 我們人均收入 3萬元的GDP 但是有6億人 每個月只有1000元 這個是嚇了一條 嚇了一條不是這個數字 為什麼突然這麼誠實 這麼直白 而是當習近平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政績 就是脫貧攻堅 以及踏入小康 你幻想一下 當川普突然說 我們的美股又創新高 然後Mike Panson 跟大家說 我們S&P500裡面 有250家都是破產的 你想像不到這件事 我覺得四個字 總結 是不是想像污點證人 OK 講講這個 大家留意著 我覺得這個節目就是給大家一些國際視野 中國當然大家都要留意 不要覺得中國裡面是相當穩固 水平如鏡 當你覺得川普好像很搖搖 其實中國的內鬥都鬥得很熟 近來大家有沒有聽到的聲帶 這個黨校那段都很精彩 還有提到地攤經濟 看不看 地攤經濟是什麼東西呢 大家在那裡放地攤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解讀 地攤經濟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其實已經數到毛澤東走恩來的時間 就是我們解決不了的就業問題 這個我也不斷地說 中國面對最主要兩大問題 就是通脹和失業 通脹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未來的話 就當沒有 失業率就是最大的問題 OK 那你怎麼解決 大家就是做回這些小販當 全民大小販 其實就沒有的 只不過引證我之前說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面對失業的問題 但是李克強這樣做是對的 大家都有些事情先做 如果不是右手好閒 你好像美國那樣 這樣就來了 所以李克強其實相對上說話就很合理了 OK 而是 究竟裡面鬥成怎樣 我就不長說了 因為我這個不是國情節目 OK 好 看看有什麼評論 會不會很多人已經不想聽 這些東西 美期沒有說 對 美國 位方面 不好意思 或者下星期一 說少少的 XL的位 不好意思 下次我會記得 OK 拍債 拍債 其實就是 因為美國就沒有請 他就要拍國債 國債 就是透過一些 特定了 有些裝 類似 分銷商 譬如說 Goldman Sachs JP Morgan 大摩 美銀 你們就可以幫我去賣 就好像地產代理一樣 我有些樓盤 你就幫我去找客人 於是JP Morgan就打給客人 未來就拍國債 你會不會繼續 有沒有興趣 就給我賣 大家有興趣就買 很多客人 超多客人 所有的 基金 退休基金 主權基金 總之都會 持續國債來賣 因為它是現代 世界上 流通性最高的 美元資產 超過二十萬億 所以很多錢 放在這裏沒什麼 比如股市覺得 股市升到這麼危險的 我不如拍到國債 因為我走也走得容易 如果更加有避險意欲 就更加讓它買 於是整個運作就是這樣 財政部經過不同的dealer 隔兩個星期就拍 你看到不停拍 就狂拍 陰謀論就是 我怎樣令客人比較喜歡買 譬如我是要買保險的 我當然會推銷你 這陣子真的是天災人 危疾多些 你不是要買嗎 如果我推銷國債 我不是說股市好像有些震盪 是不是好推銷一些 這就是陰謀論 為什麼每逢拍長債 有個誘因 可能會有些調整 看看下個禮拜又對不對 習李鬥到出睡面 幸好也有些網友這樣看 否則我變得像國情節目一樣 真的 李克強這樣說是很惡然的 再給我一個比喻 一家上市公司 主席突然說 我們今期業績很好 突然說 副主席突然說 其實我們全部都賺不到錢 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 小心這些政治因素 只能夠這樣說 但是短炒是無礙的 譬如你什麼京東 網易那些 應該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舊 你又要看回每一個舊的經濟 現在是重新再世排 以前每一個家族都會有 譬如水利系 電力系 能源 鑽石 全部都有不同的紅二代 或者那些系統 所以你炒的辦法 動不動 又是要好看家族的情況 這是太複雜 所以我一定不會說A股 這些是要專家才說的 這麼厲害 知道所有來龍去脈 所以分析A股就像分析國情一樣 分析國情就是講鬼故 真的不要教我 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股票三通幼 或者內銀 明明每年賺千多億 都不知道上面發生什麼事 這是最令到大家沮喪的原因 很多人也很喜歡 很多人喜歡聽消息 以前很喜歡山邊遊刃 上面認識誰誰誰誰誰 那些就交給你們 真的不懂分析 第二天習近平出文 是啊 人民日報馬上會 當然是 你鬥到這樣 你下面那些當然要馬上包 但是 民間的討論已經很熱烈 究竟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怎樣 好 所以 一擔擔了 美國又一擔心 中國又一擔心 那沒有 就是亂 時勢做英雄 各位朋友 就是這樣 可口可樂KO和Code有什麼分別 不知道 讓我搜尋一下 好 讓我下個星期回答這個問題 Thank you 有Code的股票嗎 Bottoline 這是第二隻 好 好問題 Thank you這位網友 讓我研究一下 恆子開24643 收二 明明是跌市 為何看星市 不是 先 我回答這個網友 有問題 24 恆子開24643 你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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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24366 我還說昨天的 24366 然後 明明是跌市 為何看星市四十幾點 不是 現在 24372 就 升六點 不明白 不好意思 不明白 這個問題 中國的失業率 解不止10% 解不止 好 感謝大家支持 今天時間差不多 看看還有什麼漏的訊息 先告訴大家 嗯 差不多了 好 你問我 又是 deal 喂 你們民主黨 麻煩你快快搞定你的動亂 OK 因為我說過了 那張 deal 這個三萬億 很多是 有一萬億 是給各地的州政府 這些當然是地方利益 喂 政治就是這樣 可以換籌碼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三至五天內 其實是要全速平亂的了 這個特朗普政權 如果不然 就火燒喉爛 那又看看情況如何 如果平亂之後 然後 中美戰又來過了 就拭目以待了 股市方面 今晚也可能會更頂得下 因為避險意欲 就是全部risk on 但是下個星期就小心了 尤其頭兩天 因為拍債 大致上是這樣 港股就 港股就變成大型range 它不能死 第一 人民幣不會穿 又沒有出7.2 7.1 很硬正 第二 這麼多新股上市 不過現在去到246的頂 這樣就回了一點 也不會死到去哪 因為股值也不是很貴 大range 暫時都是236 246 暫時 中A股 世界的股市 就是這樣 各位朋友 繼續 這個世界 都會繼續越來越動亂 你們都要保重自己的資產 分散風險 沒有哪個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 保持流動性 不是重築的時候 我仍然覺得 好 希望大家要一個充實的周末 今天相當多節目 FB Live 還有收視有東西看 還有淺淺淺打到來 同一節目 明天 沒有 明天沒有 通常都是大新聞 下星期一 10時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